儿童节的前一天,张先生带着张太太在商场里给孩子挑玩玩具 两人走到一家时装店门口,张太太进去店里拿起一顶帽子试戴了一下 营业员说,这顶帽子很适合你的发色,张太太的发色是天生的利色 听了这话十分受用,但转眼又发现帽子上有些闪亮的银环,她有些犹豫 营业员顺着张太太的目光也看到了,说 一般都是转过来戴的,这样更低调一些 于是当张太太把有银环的部分赚到后面,张太太随口问多少钱 营业员很果断地报了一个数字,张太太没吱声 营业员立即问是刷卡还是现金,张先生说刷卡 营业员微笑着补充说,儿童节礼物,张先生笑着就把卡刷了 不仅如此,他还对营业员心怀感激 回家之后,张太太至少花了一个小时,再戴着帽子自拍 在这场营销中,营业员有五个技巧 一,营业员一定要知道顾客都喜欢能展示出自己优点的东西 夸发色,配帽子 二,营业员没有去强调闪亮的环是很重要的设计 而是给出方案,告诉顾客处理办法 转方向佩戴帽子 三,营业员没有用自己认为的设计美学来凌驾于顾客之上 如果凌驾了,这位顾客是绝对不买的 弱化银环部分存在感 四,营业员没有去猜测顾客觉得价格高还是低 也没有多加询问 而是直接指导进入下一步购物流程 推进交易进度 五,在最后的环节 营业员很轻松地给付款者一个充分的付款理由 简直没办法临时放弃刷卡 给交易成功上最后一道保险 销售是在引导顾客做出合理的决策 产品当然很重要 但顾客的心理需求才是最重要的 销售就是引导顾客 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顾客心甘情愿地买单 你认同吗?认同的关注点赞